那么第二个问题 他说在念佛这个时候 常常会浮起淫烈 深感自己业障深重 也听师父的话 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来致指 但是效果不张 效果不张是什么原因 你的功夫不得了 反而是用这句佛号 用久了功夫就得了 千万不要认为 我用了几天不得了 这个恐怕靠不住 再去找别的 找什么也都找不到 最殊胜消除业障的 无过于佛号 你看看 乾清乾隆时间的 慈营贯定法司 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德 他是著作登神 万字虚葬里面 收集他的著作有二十多种 他在《观无量寿经》 著节里面写道 众生造作的罪业 任何方法都消不了 这样的业障 最后念阿弥陀佛可以消除 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真正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呢 其他所有一切灿法 他都不要了 他晓得这句佛号功德大 你打个水陆法会 说老实话 不如念一天阿弥陀佛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人欢喜高 打水陆法会 不喜欢念佛 总认为念佛功德小 哦 这个功德大 错了 你看看 观点法子的讲法 你就知道了 所以 我们念佛号 还控制不住烦恼 是烦恼吸其重 我们的佛号是刚刚学 这个力量比较薄弱 怎么办呢 假设 对于念佛 确定有信心 你念上个半年 念上个一年 就不一样 烦恼清智慧 这样啊 真正能把所有的妄想 咋念都能够控制住 这功夫得力 所以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有坚定的信心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 你会成就 你的业障会小处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讲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